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时政评论 网友群 中共军队高层继续乱弹琴 一段时间以来 中共武统台湾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中共体制正在向战时体制转变 但是 中共军队高层乱象频发 军委主席与副主席之间 两个军委副主席之间 军队高层与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之间 军报等媒体与习之间的明争暗斗 也令举世关注 军委主席与副主席在过招 习去年两会以来 查办了包括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 其中不少人是张又霞的老部下 对张来说 这无疑是重大打击 但是 张又霞在军队高层年龄最大 资历最老 又是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 在军队中的实际影响力比习大 这从习出席军队老干部迎新年演出时 没有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向习敬礼 却有不少军官向张又霞敬礼 看得很清楚 习想整张又霞不太容易 3月20日 习接见驻长沙部队上校以上军官时 陪同接见的不是何卫东 而是张又霞 两个军委副主席在掐架 3月5日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出席军方代表团讨论时 发表了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的言论 何为军队虚假作战能力 可能涉及军队的各种腐败问题 去年爆发的火箭军大案 将中共军队虚假作战能力多次在全世界曝光 这个大案直接导致张又霞的老部下 李尚福等高级将领被失踪 何卫东的上述说法 矛头可能是对着张又霞的 但此说一出 立即遭封禁 在新华社 央视网 中国日报 甚至中共军队唯一的新闻门户网站 中国军网上 以何卫东和虚假作战能力为关键词搜索 竟查不到任何相关报道 这可能是张又霞对何卫东的反击 2月8日 新华网发表报道 张又霞 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 并看望慰问官兵 人民网在转载这篇报道时 却将标题改成 何卫东 张又霞到驻京部队调研 并看望慰问官兵 新华网的标题没有问题 张又霞的资格比何卫东老得多 本来就排在何卫东之前 但是 人民网的标题就很反常 这很可能是何卫东 及其背后的人在操纵 苗华突然报的大名于隐身 2月15日 台湾一家媒体发表评论说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可能是习身边沉默的巨虎 甚至可能是军中第一虎 文章说 苗华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后 在全军安插了不少人 如新任国防部长董军 新任火箭军司令员徐熙胜 新任海军司令胡忠明等都是 由于中共军队的腐败 是体制性腐败 习的反腐打虎不是真反腐 而是选择性反腐 根本没有改变这个体制 无论谁到了苗华这个位置上 都会按体制的惯性搞腐败 因此 文章的作者怀疑苗华是军中巨虎 不无道理 关于苗华 可能是军中巨虎的说法出来后 有关苗华的报道 格外引人注目 今年3月 中共全国人大开会前一天 苗华有露面 但在3月5日 全国人大开幕式上 央视新闻中没有看到苗华 3月6日中共军网刊发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何卫东的发言 7日刊发军委委员刘震丽张生民 分别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军委委员苗华没有出现在新闻中 3月7日下午 习会见军队武警代表团全体代表 中共党媒报道 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主持会议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中央军委委员刘震丽张生民参加 没有提到苗华 在中共两会这样专门做给人看的作秀场合 苗华多次隐身显得不正常 董军的被提拔与被压制 2023年12月29日 李尚福被失踪四个多月 被免国防部长两个多月后 董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很多人原以为董军会在今年3月的 全国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 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但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 到目前为止 董军是中共建政75年来地位最低的国防部长 在他之前 共有13任国防部长 第一至四任 彭德怀 林彪 叶剑英 徐向前 都是正国籍 第五至13任 耿彪 张爱萍 秦基伟 池浩田 曹刚川 梁光烈 常万全 魏凤和 李尚福 都是副国级 只有董军仍是政部长级 李尚福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时 在军委委员中排名第一 地位仅次于两位军委副主席 董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时 他在中共军队中的地位相当于老七 他的前边分别是 习近平 张又霞 何卫东 刘震丽 苗华 张声明 习之所以压着董军 可能担心 他说不定每天又像李尚福一样出事 让习的声明再遭重错 与其一下子提拔 他任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不如先量他一阵子 董军是第一位 由海军司令员提拔为国防部长的 但他在海军没有什么特殊政绩 他是参谋出身 长期在机关工作 没有当过舰长 平长 更没有实战经验 据跟他同年参军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讲 董军只会搞人际关系 结交领导 没什么真本事 习提拔董军任国防部长 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如果再提拔他当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下面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服 军报等与习唱反调 3月17日 中共军网 国防部网 军报刊登 公开是最有利的监督一文 文章从标题到内容 似乎都是针对习在军队搞黑箱政治而去的 去年 李尚福突然被免三项职务 成为中共建政75年任职时间最短的国防部长 为什么 中共公开了吗 今年中共两会前 李尚福仍是全国人大代表 但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楼勤俭却说 李尚福已不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共公开了吗 中共国防部网站已将李尚福 从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中删除了 李的这一职务是什么时间被免的 中共公开了吗 还有 李尚福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 为什么李的其他职务都被拿掉了 却还保留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公开了吗 从去年两会到今年两会 共有24名人大代表资格终止或被罢免 其中11人来自中共军方 他们分别是火箭军员司令员李玉超 周亚宁 火箭军员副司令员李传广 火箭军员副司令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员副参谋长张震忠 火箭军装备部员部长吕洪 南部战区员副司令员坚 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居新春 装备发展部员副部长张玉林 饶文敏 空军员司令员丁来行 中部战区员副司令员李志忠 以及中共火箭专家冯杰宏 为什么终止或罢免 这11名军方高官人大代表资格 中共公开了吗 去年底到今年1月 4名军工老总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 分别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时泉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 为什么撤销他们的政协委员资格 中共公开了吗 还有 原中共上将 国防大学政委 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 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什么 中共公开了吗 以上全球瞩目的 与军队有关的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 中共没有向外界透露一个字 全都封锁在黑箱里面 公开是最有力的监督一文海讲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一条铁律要防止权力滥用 很关键的一条 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接受大家监督 对领导干部来说 依法公开 接受监督的担当必不可少 实践表明 该公开的事物要第一时间公开 不能搞选择性公开 缩小范围公开 更不能推迟公开 否则 就会影响上下级之间的信任 给歪风邪气留下滋生蔓延的土壤 这些话似乎句句都是针对习近平而言的 结局 习最看重的是军权 习上任11年来 一直在整肃军队 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 强调军人对党 实际对习 必须绝对忠诚 但时至今日 军队严重腐败依旧 不仅习二十大前查办的一百七十多名 将派高级将领 对他恨之入骨 而且二十大后习 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高级将领 也相继背叛习 加入反习阵营中 这可能是习最忧心的事 习本来就疑心重 这些事件的发生 使习的疑心与日俱增 习整天疑神疑鬼 岂能不乱弹琴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丽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丽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G3的含量比鸿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鸿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